亲爱的观众们,欢迎来到一个引人入胜的旅程,探索两位令人钦佩的才华横溢的个体,他们已经俘获了我们的心。 你是否曾想过你最喜爱的明星的生活背后隐藏着什么? 今天,我们揭开神秘的面纱,走进深受喜爱的肖战的世界,他的魅力和个性征服了无数粉丝。 想象一下肖战表达对生活简单喜悦的热爱。 在紧张的日程中,他渴望的不过是一个宁静的夜晚和美味的餐点。 请加入我们,深入了解这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家的生活,探索他所面临的挑战以及给予他安宁的时刻。 但这还不是全部。 我们还聚焦王一博在《隐形刀锋》中的卓越表现,这个角色使他赢得了在七十一人类电影的荣耀中的当之无愧的一席之地。 他的表演下隐藏着什么秘密,他又是如何在电影领域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的呢? 准备好满足你的好奇心,深入走进肖战和王一博的迷人世界吧。 随着我们揭示他们的故事,我们邀请你加入我们,一同踏上这个迷人的冒险, 每一次揭示都为这两位杰出明星的魅力天上一层深度。 让探索开始吧。 王一博在《刀藏》中的卓越表现,赢得了他在七十一人类电影荣耀中的一席之地。 在一场盛大的电影卓越庆典中,七十一人类电影荣耀展露头角, 由阿拉伯地区五十多家国际媒体联合发起。 这一卓越的活动得到了全球知名出版物的支持, 其中时代杂志在合作媒体名单中脱颖而出。 在这场电影盛宴的核心, 是对那些通过电影媒介为人类叙事的丰富多样的杰出才能的认可。 在众多受奖者的尊贵名单中, 王一博因其在《刀藏》中饰演叶先生的卓越表现而脱颖而出, 赢得了全球观众的关注和钦佩。 王一博在这部电影杰作中, 对叶先生的塑造不仅引起了观众的共鸣, 还奠定了他在电影行业中不可忽视的地位。 《刀藏》本身就是一部闪耀的电影之作, 为王一博展示他的表演才华和《多才多艺》提供了平台。 这部电影以其引人入胜的叙事和细腻的角色, 发展而闻名, 其中王一博饰演的叶先生更是一大亮点。 50多家国际媒体的合作努力反映了 对王一博才华的全球认可, 以及刀藏对电影领域的影响。 时代杂志加入这一倡议的行列强调了 这一事件的重要性, 将其提升到了一个真正国际化的水平。 随着七十一人类电影荣耀的幕布升起, 他不仅庆祝了电影行业的成就, 还作为叙述的力量连接跨文化人群的见证。 王一博入选这一重高名单, 证明了他对表演艺术的执着 以及在深深触动观众的层面上将角色塑造的淋漓尽致。 在电影的不断演进的世界中, 七十一人类电影荣耀如同一盏灯塔, 照亮了那些在人类叙述的画布上 留下不可磨灭印记的电影制片人和演员的才华。 王一博在这一重高名单中的认可 是对他对电影艺术的贡献的充分肯定, 也是对全球观众探索并欣赏刀藏身藏的内涵的邀请。 25岁赵鲁斯vs31岁杨子, 演技PK。 谁更出彩? 神隐和陈湘如蟹两部仙侠剧, 让人们对一叶白发这一造型和情节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赵鲁斯和杨子分别在两部剧中扮演这一角色, 他们的表演和造型都各具特色, 引发了观众对他们之间的差异和魅力的探讨。 两位演员都展现出了出色的演技, 而他们在一叶白头造型下所展现的破碎感也各有不同。 在这两部剧中,你更倾向于谁的表演? 你认为谁更能够让观众产生怜惜感和悲凉感呢?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神隐中的一叶白头。 赵鲁斯饰演的阿音,是一个可爱的水凝兽, 她的一往无前的追爱让人为之动容。 在剧情中,她为了救古尽而耗尽了灵力, 最终昏迷不醒,头发也一叶白发, 这样的情节让人无比心疼。 观众对她的破碎感和怜惜感都十分强烈, 赵鲁斯的表演也因此备受好评。 而在《沉香如泻》中, 杨子饰演的炎旦在度望穿时的一叶白头造型 更是让人感到疼痛和悲凉。 她在剧中对应渊的执念让人动容, 尤其是当她最终走向望穿, 应渊亲自送她度望穿并让她忘记自己的一幕。 更是让观众热泪盈眶。 杨子的表演和角色所展现出的破碎感和悲凉感 也让观众深有共鸣。 在两位演员的表演中, 赵鲁斯展现出了更多的怜悯感, 而杨子则更多地触动了观众的悲凉情绪。 他们各自的表演风格和魅力都吸引着观众的目光, 让人不禁产生了对他们演技的敬佩和喜爱之情。 在这两部剧中, 赵鲁斯和杨子都以出色的表现赢得了观众的肯定。 他们的一夜白头造型和情节也成为了剧情的一大亮点。 而观众更喜欢谁的表演,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审美和情感偏好。 无论是赵鲁斯的怜悯感还是杨子的悲凉感, 都使得这两部剧更加具有观赏价值。 在你心中, 谁更能够让你产生怜悯感和悲凉感呢? 你更喜欢赵鲁斯的表演还是杨子的表演呢? 或许这不仅是一场选秀, 更是一场情感的碰撞。 让我们一起探讨, 留言分享你的观点吧。 赵鲁斯赵鲁斯,25岁, 和杨子渊姿,31岁, 最近被比较其演技, 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两位演员都以其深刻的演技而备受赞誉, 而这次的PK无疑激起了观众们的热情。 赵鲁斯年轻,充满活力, 他的表演常常展现出一种自然, 真实的感觉。 他在年轻一代演员中展露头角, 深受观众的喜爱。 与此同时, 杨子则以其成熟, 沉稳的演技而广受认可。 他曾在多部影视作品中, 展现出卓越的表演功底, 深受业界和观众好评。 这次的演技PK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 有人认为赵鲁斯的年轻活力更能贴合一些角色, 而有人则赞扬杨子的表演更为成熟沉稳。 然而, 也有一些观众认为, 演技是一个主观评价,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 总的来说, 赵鲁斯和杨子各自有着独特的魅力, 这次的PK更是让观众们更加关注两位演员的未来发展。 希望他们能够在演艺事业中不断进步, 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表演。 感谢观众